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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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数十载苦战 两族大军打败魔族 然平定天下未久 太宗突然驾帮 魔族再次承虚而入 此事 人族赖以依靠的唯有圣后天海 换什么 还有我呢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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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放 放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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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重重禁制 比起周毒夫所创的星盘大阵差远了 何人大胆 竟敢擅闯境地 没有太宗血脉祭祀 你也只能发挥大阵威力的一二场 不如我帮你回去大阵 免得你们连最后的血脉都保不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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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党 先吧 靠 去看看 pleasing help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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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复义 恳请圣后立相王为帝 臣等复义 恳请圣后立相王为帝 魔族入侵 玄霜巨龙来袭的时候 你们在何处 相王又在何处 能遇魔族便是天心 能安天下便是民意 只要能匡扶社稷 我天海幽血虽是女子 为何不能称帝 圣后此言大事 为天下即 为万民计 臣恭请圣后登基 女子称帝 孤无先例 此乃乱命 我国教学院 去不相从 圣后 黑袍无事重重禁止 攻入皇城 必有内奸皆业 国教学院院长商行舟 突然而不失踪 定是那引狼入室的奸细 传令下去 通缉伤行舟 查抄国教学院 decrement 军无事重重禁止 祝有之前 依依 邀请 凄凯 可是我 静禧 六 是 好 我 不要 我的孩子至今下路不明 我一定会找到 这本书可比《祝全志》 《青涌路》好而多了 和《均衡对传》差不多 你要是喜欢 恰恰在读《尖眼世佳》 给你听好不好 袁恩师兄 今天我读了《大中北记》 读到剩后丢了孩子 想让他怪可怜的 那常说你想家人吗 师兄 你看 是旺幽草 走 师弟 没事吧 没事 快走啊 哦 蜂狼是穷零之王 我们跑不过他的 袁恩师兄 要不我们和他商念一下 你会说狼语了 不会 待会我会说龙语 说不定他也会呢 长生啊 师父跟你讲过多少次 你的血液是有益于常人的 还有星辰之力 平时千万不能让自己受伤 流血 星辰之力那是什么 师父是说你的血有病 也不完全对 对他来讲是病 对别人来讲就是药啊 这个能治百病 增功力的 要是把你炼成丹药 师父的功力就大增啊 不要把师弟做成灵丹 我怎么舍得呢 但是 你一流血 你的筋脉就会失去平衡的 这是会折瘦的 你知道吗 所以 这个秘密 千万不要让人家知道 如果我的血可以救人 难道要见死不救吗 师父知道你乖 但是世上有很多贪心的人 当他知道你是天才地宝的时候 谁都会动心的 你明白吗 我会保护师弟的 乖 长生 以后呢 自己多注意一点 嗯 好了 去吧 追 我踩的好多啊 我看看 哪有啊 还没我多呢 你看 那是 你看我的 你看我的 对吧 天道弥妙 地忧天达 地忧天达 星达 可 Wal 主 你这个小孩 竟然身怀天凤血脉啊 小荣儿是天凤转世之身 很小的时候就洗碎成功了 但他血脉之力觉醒得太早 小小身体根本承受不了 三个月前 他的血脉之力暴涨 无法控制啊 他需要修行明家功法 让他引导真元 他只要能够活下去 老夫一定给他拜师 修炼 神都名义神都 没给他找人看看吗 从神都到阁郡 老夫找遍了所有的神医 都无所获呀 没想到 莫族一路追杀 道长 你如果能够救他 老夫愿清尽所有啊 放心 我师父是整个大陆 最好的神医 胡说 我平时怎么教你的 人有谦虚啊 师父不是最好 最多是第二好啊 嘿嘿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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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吧 频道试着帮他配服药 哦 但是我只能说 啊 这人是 挺挺命啊 哎 哎 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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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血液是有益于常人的 还有星辰之力 对你来说是有害 但是对别人 那可是灵丹妙药 服了之后 治百病增功力 还能救人性命 我 我在哪儿 这是我家 我叫陈张生 你叫什么 我叫徐 又 如 不是频道不肯救 你孙女这病呢 实在和医术无关 频道敢说 这天下就没有人 这 收退了 慢也正常了 其实我刚刚是跟你开玩笑的 他这个是小病 我一定能把他医好 好好好 太好了 小柔儿 你醒来了 你终于醒来了 上天有眼啊 我们遇到贵人了 师父 你是不是生气了 是不是在担心你啊 因为师父知道你的性格 以后遇到同样的事情 你还是会用你的血 去救人的 那你有生命危险 谁能救你啊 我不是有师父和师兄吗 你们一定会救我的 天命无常 师父也不是万能的 那我大不了 和天命打一架 赢他就行了呗 好 如果你赢了 说不定天命 真会对你轻眼有加 网开一面啊 师父 问他 啊 在死 到时 哇 好漂亮 夏道士 这什么花呀 这是回生草 会学你说话 真的 那我试试看 你好 你好 哇 好神奇 那这个呢 又是什么 好漂亮呀 这是彩虹仙 你可以碰一下它 它就会变色 真的 奇怪 它好像怕你 也许是我手里一不小心就会冒火 你会冒火 哇 好神奇 平时吃饭一定很方便吧 那 还有那 前面 小蓉儿 有鱼吃了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次多亏道长的收留和照顾啊 胆打得 我徐家来日定会报答的 老先生千万不要客气 福威济难乃是应有之意啊 听说老先生今日要走 是啊 讨扰多日 再说老夫的伤势已经痊愈了 等荣儿回来以后 我们别告辞了 这是我送给你的 小荣儿别哭了 我会给你写信的 下次你要是再上班 就扶下他试试 小刀士 答应我 要是你下山了 可别忘了我 不会的 我发誓 这是许多货 你拿着它 无论多人 他都会把你写的信 带给我的 嗯 什么 我ип 即生 ta grateful 好 你不要乱来啊 乱来又怎么样 谁派你来的 谁派你来的 朝廷 我告诉你 今天 所有的事情都会忘记 什么都没发现 明白了吗 明白 讲一次 明白 讲后面的 什么都没有发现 什么都没有看见 不错 可以走了 这样也不是办法 阴阳顺逸 能出不能进 这就安全了 小龙儿 你离开后 我和鱼人师兄都很想你 我依然每天读道藏 初中的世界很精彩 很多东西我从来没见过 我想总有一天下山去看看 到时候再去找你钓鱼吧 我想你不会再把鱼烤鱼了吧 四年的轨迹 一点点清晰 你是否也正被他牵引 你 熟悉的 小大夫 我被爷爷送到了 树女松修道 这里每个人都对我很恭敬 却没有人陪我玩 你要是下山了 一定要记得来找我 缓缓沉影沉行 把灰激成生命的光影 未来的天意 让未来决定 累积所有幸运 曾经你的宿命 相依偎的心 有你会更坚定 再不怕命运被清晰 若时光成群 若你不再是你 我一定还会爱上你 也许 他已经帮我换过了 长生 我们去读书吧 怎么了 怎么了 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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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长生 醒醒啊 醒了醒了 醒了醒了 长生 你觉得好些了没有 好多了 多谢师兄 这 这些都是什么呀 十泉大补汤啊 师父用了十种妖骨 十种奇花 十种溢草 十种神石 师父这次啊 老弟都赔光了 师父 你能不能不开玩笑 愚人他帮你采了很多药 也暂时应该能够控制你体内的星辰之力了 算是 那就是说 他还会复发 这些年呢 师父一直在研究 怎么控制你血脉里面的星辰之力 但他现在呢 越来越强大了 也有点控制不了 好 来来来 您自己来瞅瞅 你看看 这头银线 它就是心力攻心的表现 以它蔓延的速度 恐怕 这一年之后就会 师父 你是说 我就只有一年的寿命吗 不 我不信 长生好好的 怎么会死呢 师父 您一定有办法救他的 师父 我 我的病 真的无法医治吗 因为 如果是病 也许师父还能想一些法子 但你现在面对的这个不是病啊 它是命啊 命 长生 别怕 我会陪着你的 生老病死与体格息息相关 有人出生就身强体壮能长命百岁 也有人体肉多病瘦数无限 这就是命 命 我的命肯定很糟糕吧 不是一般的糟糕 是非常糟糕 为师不断的推算 都一样 你绝活不够二十岁 那就是说 不到二十岁 我就会死吗 哭也少一天 乐也少一天 何必与添斗呢 师父 难道 难道 天命不可为逆 书上不是说人定胜天吗 难道我的命不能改变 想要逆天改命 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二十岁以前 要修炼到神隐的境界 神隐 当今世上就只有圣后 教宗 妖族的白帝白后 还有南方圣女修到足圣界 但是到神隐他们还差一步 你呢尚未修炼 就像是守无寸铁的娃娃一样 来不及的啊 那从洗髓到神隐有多远 哦 这个有点远 你先要洗髓方能作诏自观 而后破作诏才能入通幽 通幽以后才能聚心于体 百病不亲 直至从上而行 遇丰万里 目前没人能神眼于天地间 那是神仙做的事情 难呢 那第二个方法呢 第二个方法 就是这个逆天改命啊 逆天改命 当今 就只有周毒夫 走过这条路 自古以来呢 只有这位传说中的 天下第一人能做到 他是怎么做到的 传说周毒夫 留下了一个笔记 在灵虚阁 灵虚阁 灵虚阁是个禁帝 除非你通过三年一次的大潮市 战胜数百名精英学子 取得榜首托名 才可以拥有 在灵虚阁参悟的机会 三年一次 对啊 今年刚好就是大潮市 可是你尚未修炼 那师父 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当然有了 就是留在山上 为师呢 会用尽一切的方法 替你严肃三年 多活一年就是一年呢 总比虚无缥缈的 改命来得实在啊 好好想想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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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兄 你看 七日当归金蝉 你知道吗 这种蝉的蝉蛹 在土层中 要折服七年会更久 当它们破土成蝉 面对天空时 却只有短短七天明 长生 七年折服 七日光阴 金蝉从来没有放弃过 长生 你要做什么 师兄 我决定了 我要下山 为师的考试很简单 只要你在三天之内 沿着这个绝壁 爬到绝壁尽头 拿到我藏在那里的一把剑 我就相信 你有闯神度的本身 哥 我要再告诉您了 这个绝壁呢 和你下山之路 没有什么分别 也会经历春夏秋冬 风霜如雪 妖魔怪兽 痴美枉凉 过了一个坑 还有一个坎儿 那倒也没什么呀 人生嘛 就是这样哦 你别怕 真正的 完全不忍材 你不会想再说 你不要再让你 你不忍材 你不是这样 不忍材 我快乐 你不忍材 你不忍材 我最后 你不忍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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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忍材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真的那么倔 你也是 师父 您能教我 微玄珍的口诀吗 你想帮他 那好 你要记住 天为我乌 地为我床 五月山川 为我桥梁 玄斗圆京 为我衣裳 出灵就须 入法无常啊 师父 您 能稍微慢一点吗 我怎么讲 你还是记不住的 算了 来 就算你记得住 他也听不到啊 我告诉你啊 这口诀是总览 所有天下阵法 玄妙无双啊 你要把它消化掉 没有十年八载 是不可能的 凭口诀破阵 白日梦 师父 您就不能帮师弟一把吗 我不是再帮了吗 我知道他不会放弃 你也不会 但是算了 我先回去吃饭 再过三天 等他最终认命吧 嗯 师父 还是要吃饭 我把 His災的地方进行 他超过来的 他的法庭 天为我屋 地为我床 五月山川 为我桥梁 玄斗元京 为武衣裳 出灵就绪 如法无常啊 如法无常 乔生 乔生 小心啊 乔生 小心啊 长生 天为我无 地为我长 五月神船 唯我桥梁 我明白了 天之道即人之道 而人之道 就是我自己的道 世界万物都是相对的 心死而互生 师父 我赢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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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 还不算 还不算 这可不算赢 为师怎么可能 用这么简单的阵法 来考你呢 现在我们来真格的 师父 师父 好 赢了赢了 马上下山 好吧 师父 这么急着离开 师父是吧 没良心 两个都是 我要下山了 你们要乖乖的 听师父和羽人师兄的话 明白了吗 长生 师父 这是无垢剑 剑枪名叫藏锋 里面可用百物 我把你应该需要的 可能需要的 必须需要的 都放在里面了 最重要的是 里面有十颗银血丹 万一你受伤了 流血了 切切把它扶下 它能够掩盖你的血气 最重要的是 吃一颗少一颗的 要小心点 是 下山吧 多谢师父 昏书 上航 这是给的信 没有了 可以下山了 等等 什么昏书啊师父 我 我 心海中的频率 刻画的是你 深情 我笔中涟漪 思念的轨迹 思念的轨迹 一点点 清晰 你是否也正被它 牵引 每一次清理 像掌纹清晰 你在掌心握温 温暖 可护着你 爱注定相遇 像那星光合影 陪着你 陪着你 傲向在星际 这一生的使命 我永远选择结局 直到银罚流鼻 就算再看不清那 爱的花里 未来的天意 让未来决定 累积所有幸运 存进你的宿命 像一位的星 有你会更坚定 再不怕命运被清晰 若时光生去 若你不再是你 我一定 还会爱上你 啊 初天相遇 我一定会更坚定 你不再是你 是我 没有 你不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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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更坚定 你不再是你